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了 比如说我们最近随着新一届的党中央上台 一个一个参观 几乎一天一个参观在落马 其中有些大参观的 说一年能摊到多少 一个亿 大家对一个亿有概念吗 一个亿什么概念 我来现场见 一年能挣一百万的 现场一年能挣一百万的举手 真的没有 是吗 一年能赚五十万的 不用不好意思嘛 举起来就可以了 你能赚五十万 是吧 就是像这位大姐这样一年能赚 这位美女这样一年能赚五十万的人 不吃不喝两百年 能赚一个亿 所以这些贪官的行为 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可耻 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 钱对我们老百姓来讲 跟对他们来讲好像不一样 在他们面前 钱是一个攀比的东西 比如说 老张你贪了多少 才贪五千万 我贪一个亿 就是 你能明白 因为反正也是根本花不掉的钱 你要来干什么呢 这事我一直都无法理解 是吧 真正能花出去的钱才是钱 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什么 是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手段 我有钱才能满足自己欲望 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叫王建国 他这辈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欲望 就是吃 就是吃 钱对他来讲就是换来吃的 但是他赚的又不多 偶尔就会有一点捉襟见肘 有一次我跟他去逛人民广场旁边的 那个第一食品店 你说 那里面全是好吃的 是吧 梅林化梅 白刀面包 哎呀 进去以后 他在里面走 我都傻了这个人 哎呀 就绕了一圈 我们俩走到第一食品店门口 他跟我说 孙杰 我要是有了钱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 你有了钱 你把里面吃的全买了 对不对 不是 我现在就去全买了 我有了钱 我就还给你 吃对他来讲实在太重要了 但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极致的人的一个欲望 但是很多人说 每个人都有欲望 这个欲望是从哪来的 我告诉你啊 人的欲望是从哪来的 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 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找到正确的 实现自己欲望的方法 大多数人就像刚出生的小孩一样 他什么欲望 就是吃 我饿了 我要吃 或者说再大一点 我见到玩具 我要买 不给我买 他的方法是什么 是哭 对于小孩子来讲 最正确的得到东西的手段是什么 绝不是哭 而是笑 你想一下吧 一个小孩总是哭 你会不会讨厌他 会不会烦他 对吧 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总是笑 总是卖萌 是吧 见到大人家 嘶嘶包包 阿姨包包 你说你会不会想花钱给他买好吃的 会不会想给他买玩具 也就是说 只有这些极度聪明的小孩 才找到了真正实现自己欲望的正确手段 前面有一个导演 孩子刚刚六岁 带着孩子呢 去逛商场 然后看到呢 就那个黄培南路那里嘛 就是苹果店 新道店的mini pad 小孩看了以后 就跟他说 妈妈妈妈 为了庆祝我上小学了 你给我买个mini pad的吧 他们导演都傻了 小孩怎么这么小 就懂得要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我都没听说过 什么东西 叫苹果啊 mini pad的 就这么大 能玩的那个 能玩 哎呀 你说你小孩要他干嘛呀 不给买 妈妈我要妈 就开始准备哭了 这样哎呀 一看哭 当妈的心也软 这样妈妈没带钱 没带钱可以刷卡 妈妈也没带卡 我看见你带卡呀 妈妈把密码忘了 信用卡不用密码 就现在小孩 什么都懂你知道吗 什么都懂 就是导演已经说不下去了 妈妈不会签名 妈妈把手剁了 这都不行对吧 怎么办呢 导演也是怒了 那小孩你 六岁的孩子 谁教你这些 就不给买 就不给买 各位在这个时候 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经历 大人带着我们出去 看到个变形金刚 男孩看变形金刚 女孩见到个娃娃 我要买 我要买 就不给买 就不给买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小时候 躺在地下哭 为什么躺在地下哭 因为躺在地下哭 偶尔是有用的 什么时候有用 就是爷爷奶奶 带着出去的时候 或外公外婆 姥姥姥爷带着出去的时候 躺在地下哭 是绝对有用的 因为隔背人会更疼 第三代 但爸妈这种没良心的 冷血动物就没有用 这个孩子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不给买 怎么着吧 赶快回家 孩子 就开始哭 我们导演很高兴 怎么样 哭啊 你以为能哭给你爷爷听吗 小孩子掏出手机 爷爷 大家说到王建国的欲望 王建国确实就是喜欢吃 他从小就这样 任何能吃的东西 都被他吃掉了 有一次 他小时候也不知道 生什么病啊 然后他妈带他去医院 打钓瓶 然后跟着打钓瓶 他就问 大夫 阿姨 你给我打的是 是啥药啊 大夫说 没事 就是点 葡萄糖 糖 看大夫走了 拿下来 就给喝下去了 特别开心 后来呢 有事没事 在家里就装病 哎呀 妈妈 我病了 带我去医院 打葡萄糖啊 吃完葡萄糖 还要咽馅口水 打葡萄糖啊 他妈没辙 就带他去医院 他就 你看他从小就不知道 喝了多少瓶 葡萄糖 你知道吧 有一次是真的病了 到医院 插成管子 大夫走了 认为还是葡萄糖 打开这 那天打的是四环素 差点他就腰折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欲望有限度 而且要认清自己的欲望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 我觉得 尤其是大学刚毕业的 应届毕业生 我必须告诉你们 大学应届毕业生 再也不是天之交子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我们这一届 大学生开始 就再也不是了 那不是有那么句成语 叫什么 不畏五斗米折腰 是吧 好多大学生 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 在这必须劝各位一句 我们对金钱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钱是什么 是证明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一种证明 一个佐证 同时我要通过 我赚的钱 跟我花的钱 为这个社会增加人的气氛 这就是钱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 名牌包啊 名车 那些东西 我觉得大家 就看看就好了 笑一笑 对吧 看谁背个小纳要出来 你就一直跟在后面问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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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有钱怎么 我没钱 我也很快乐嘛 对吧 看到开什么 什么保时捷啊 什么兰波基尼啊 法拉利啊 这种底牌特别低的车 对吧 你就过去做好心人嘛 他停车 你帮他指挥 来 倒 倒 倒 打轮 打轮 装上了吧 又怎么了 对不对 但是呢 遇到一些比较普通的名车 奔驰宝马呢 就不要这样 都不要 我就开奔驰宝马 确实呢 欲望不一定是钱 也可能是名 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像我来讲 我就希望 每天能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野心 所以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呢 赚的真的挺多的 就是大概一个月少的时候 一万七八 多的时候三万多 然后年底一年拿十四个多月的工资 十四点几个月忘了 然后这份待遇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一年要上三百七十天的班接近 就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 那这样一份工作 我觉得如果直接用时间去换算的话 我觉得我挣的跟一个月赚一千多的 也差不了太多 我完全没自己时间 于是我在那个份工作干了几年之后 我觉得自己存款差不多了 够了 我可以不再需要这样赚钱了 我就毅然决然着辞职去说架上了 说架上之后呢 发现比原来挣的更多了 然后 这挺不好意思的 但是很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呢 淡淡在广告公司上班 王建国呢在一个小杂志社上班 然后两个人呢是合租的室友 你知道广告公司还好 杂志社 有些小杂志杂志社 待遇又低 然后发工资没有保障 然后老板态度又极其恶劣 因为你的工作呢 是任何一人都可以替代的 所以王建国就极其没有安全感 天天被老板骂 而且还不管饭 这个 那天呢 我收到淡淡一条短信 他说这样说的 王建国又被老板数了的不行了 快来我家 我发现这是一条求救短信 为什么 马上你们就会知道 于是我立刻就开车 到了他们俩合租的那公寓 推门进去之后 发现王建国正在把淡淡摁在地上 哗哗来回推 淡淡在那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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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推 我说 建国住手 住手 你干什么 怎么欺负淡淡 怎么了 我老板骂我了 你老板骂你不能拿淡淡出气 你淡淡也不容易 不是 我老板出的主意 老板出的什么主意 老板跟我说了 你乐意干就干 不乐意干你去滚蛋 建国就是这么悲剧 然后他就老板每天都骂他 后来我就给他出主意 我说建国是这样 你为人呢 太耿直是不行的 你总得跟老板搞好关系吧 你就拍拍他马屁 给他送点礼 行不行 是我也想给他送礼 但是他没有任何机会送啊 我有啥借口给他送礼啊 我说他家里什么都不缺吗 他这什么 他有孩子结婚 你是不是可以送一下 我来单位之前结过婚了 我说那怎么办 他家里他过生日什么呢 他是2月29号的生日 四年过一回 我咋送啊 我就不信 他看不着事了 你等着吧 你一定会有机会的 只要他立刻有事 你立刻表示赞成 立刻表示你的诚意 好吗 过了几天 老板父亲去世了 建国这个高兴啊 在帮人都叫出来了 死得好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新选之作源自波尔多 感谢黄轩贵族 红破特决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赛 祝伯处 谢谢 说到钱和欲望呢 大概每个人赚钱的渠道 就那么几个 白天上班 晚上摆摊 这个也就是我们能获得钱的 全部途径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途径 是铤而走险的一种方法 叫做炒股票 大概呢 没有几个人在股市上 真的能获得成功的 我就属于这样 大部分钱都套来在股市里面了 后来呢 我就问我一个搞哲学的朋友 我说大概我这个股票 我现在通过数学 经济学 人伦物理学 化学等等各方面 我发现它都没救了 你们哲学领域 能不能帮我向上办法 我怎么买股票 才能赚到钱呢 哲学家嘛 很有派头的 点了根烟 自建你们家住几楼啊 我说住20多楼 你在20多楼的高空 推开窗子 向外远望的时候 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觉得城市挺美好的 但是一旦想起股票 我就想跳下去 不要这么悲观吧 人生是这样的 当你推开窗子远望的时候呢 你手里可以拿起一片树叶 把树叶呢 就从窗子里面扔出去 看着树叶飘飘洒洒地向下坠落 你会发现 有时候风会把它往起刮一点点 这个就是股票将涨的那一天 在继续掉的时候 就是落的那一天 叶子每翻一面 就是一天 你就用这个方法去买 我认为应该是准的 后来我真的用了它的方法 我发现它说的一点都没错 真的是准的 这个树叶下滑的轨迹啊 就跟股票那个线是一样的 下去之后 稍微吹上了一点 然后继续往下走 总之 是永远没有你扔出去那一瞬间 就是你买入的那一天 高的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更像的 就是树叶在下滑的过程中呢 无论你什么时候去看 它都是绿的 后来股票我基本上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 也跟一个算命大师有关 当我尝试了所有科学 都认为中国股市没救之后 我把我的希望寄托于玄学 就是迷信 我又到了一个道观里面 去找了一个道士 我说大师啊 您这样 您帮我算算命 不 不用帮我算 咱们许个大愿好不好 就是普世的那种 您帮中国股市算算命 他哪天涨 好不好 老道很为难啊 捋着胡子 扶尘 施主啊 频道为难啊 哪天涨频道算不出来 说你这个老道 不是说你这个庙很灵的吗 你怎么算不出来呢 施主不要动怒啊 频道虽然算不出来 他哪天涨 但是频道知道他哪天爹呀 哎呀那也行啊 知道哪天爹 那你告诉我哪天爹呢 天天爹 后来股票我就放弃了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没有放弃 我的一个朋友呢 把希望寄托于星座大师 他就叫星座大师问 为什么2012年 我没有在股票上赚到钱 星座大师跟他说 是因为这样的 从2012年到2015年 连续这四年啊 你们射手座的财运 都是特别的不好 所以你怎么买股票都不行 这种骗子的话啊 纯粹骗子的话啊 我那个朋友相信了 继续问安大大师 那哪个星座的财运会好 大概白羊座好一点吧 白羊座好一点 我是白羊座的 我那个朋友就来找到了我 说自建我求你个事 你是白羊座的吧 我说是我是白羊座的 这样 以后我买股票的时候 你帮我按一下鼠标 你们白羊座的财运好 这就是纯迷信各位 我告诉大家 这种事情一点用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国股市 就是在1990年的12月19号 正式挂票成立的 它就是射手座的 刚才说了 但那是在广告公司里面 做文案的 然后呢 他有一次就接到了一个客户 特别有意思 客户是卖假发的 然后呢 要求蛋蛋给他们策划一个 广告创意啊 就是要用广告圈的这个 著名的三个字来概括 叫高大羊 要高级大气洋气 高大羊 必须这样 蛋蛋想着 一个假发 怎么能高大羊呢 后来就决定这样 首先呢 要启用国际级的影星 格优 然后要到海外旋景 去英吉利海峡 怎么能大气呢 高的这种 就这样 让葛优 带着这个假发 在英吉利海峡 撑干跳 跳过去 然后假发没有掉 立刻转场到阿尔卑斯山 葛优 带着这个假发 开始爬阿尔卑斯山 强风刮过 雪崩给它埋住 假发没掉 然后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特别不招四六的 一堆创意就过去了 然后客户看着他说 哎呀 蛋蛋啊 你这个 我们怎么也是个上市企业 这次也是几千万的 这个 这个 投放 你弄这个 你觉得行吗 他说 怎么了 我觉得我创意挺好的呀 怎就不行了呢 凭啥说不行了 你再仔细想想 我们几千万投入啊 这个不是 钱不是小数啊 你这投出去要 打水票我们就完了 因为蛋蛋 毕竟是在一个 现在在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 在一个负业级的嘛 客户也不敢得罪他 你这个 你想想办法 这样吧 你们不相信我 你们就换人吧 好不好 哎呦 不是不相信你 你给我想想办法 相信我这样 怎么能说服你们 用我的创意呢 这样吧 你看啊 我呢 现在有二十万的存款 就是我全部身家了 你们也是个上市公司 对吧 这样 我用这二十万存款呢 全部买你们公司的股票 这条广告片子出去之后 只要效果好 股价就涨了 我就赚到钱了 如果效果不好 股价这么一跌 我就血本无归了 我这样跟你们共进退 你们觉得行不行 客户当时就 不行 那绝对不能用这个创意了 绝对不能用了 你是不是没听清 我说什么呀 我都跟你们 我全部身家 跟你们共进退了 这还不行吗 不是 我就是不能相信一个 弱智到把全部身家 都扔进中国股市的